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是用 導資跟人照片的申報索 有面穿來加進一個 兩百人的導資的群組 這個照片的集團會用尾書 會這樣黑龍洗頭騙人來導資 大部分的人都給騙二三十萬 經方來提示 包括 就是這種寫菌軟體開工室 可能暗中就照片的陷阱 建議我們鄉親 如果要導資 要是要走趁勝利的冠軍 是否曾經在社群網站上 看過一些關於輕鬆賺大錢的廣告 這就是照片集團 看你想要導資發大財 有面穿四季在網路上找工作 弘邀請你去一個人導資的群組 群組裡面有新聞和你開港跟朋友一樣 從來就要跟你說各種告票導資的消息 而且要求你開錢加在轉案 還要求要拿出群組對股門合襲才可以回來 不過因為比海人對股門導資四十萬 後來沒有下門 還因為拿群組也沒有下廣告票 被騙的正義 最多錢都拿不回來 像網友這麼歡迎和你一樣 讓騙的人還不做 有人導資二十萬拿不回來 又有直接讓他拿群組的 網友在Youtube分享 在這種社群媒體方便的過程 其實手法都差不多 竟然拿菜不要看到太多人 就覺得不方便 裡面有許多是詐騙集團所安插的暗裝 那這些假的暗裝呢 他會在群組裡面去做一些心得分享 一開始可能會先用小額的方式來投資 那可能真的在帳面上面會看到有入帳 那就因此更有信心 然後再拿出更大筆錢來去投資 除了大家熟悉的我們以外 Telegram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它的安全性跟引民性相對更高 因為報告聲儘管 在前一陣子 增加很多輸用家的Telegram 一樣也變成照片集團 照片的夾帶 拿著導資要是來找正常的官党 千萬不能叫社群選團的口號片去